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多讲 这篇文章讲了两个贼项 一个是魏姬侯 一个是武安侯 魏姬侯是老太后的 窦太后的亲切 武安侯是汉武帝的母亲的亲切 一个是汉武帝祖母的亲切 两个外戚斗法 看起来魏姬侯这个人人品也不错 他参加过平定 无处欺固的盼难 功劳也很大 但他最后被武安侯杀掉了 武安侯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后来这个人贪穿汪法 这个人是不太好的 但是后来也死也很快就死掉了 大家看看 这篇文章啊 把人物刻画的真是非常的好 把人物刻画的非常好 你想到武安侯 看看我们屏幕上吧 武安侯 田风者 孝景后 佟某爹 孙长林 等等 武安侯两个人 两个人到处都是 武安侯是针从汉武帝推行鲁叔的 斗太后死了以后 魏姬侯就是全了 武安侯也很想他的姐姐像斗太后那么样子 但是汉武帝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个皇帝 他绝对不让他母亲像他的祖母这样子 汉武帝一辈子全力很牢牢掌握着自己手里 这里面还讲了另外一个人 冠夫 冠夫 这冠夫也是个瑕士 但是是怎么样子的人呢 我们数多了之后 大家我们自然有个看法 人写得非常好 这个写得非常好 这里面比方说两个人 最后两个亲戚之间有矛盾到告到皇帝那里 皇帝怎么办呢 一边是某亲的亲戚 一边是祖母的亲戚 他自好叫两个人停上去辩论 看看那些官员们怎么说 官员们怎么说 什么事情两个人才能矛盾呢 这冠夫啊 他是尊重斗英的 他是看不起这个五湾侯的 你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结果五湾侯结婚的时候 他去 他去吵架 吵架 他去了吵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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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对他不尊重了他就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怨恨的情绪 那么危机后当然有宝塔勒 对不对呀 宝塔勒 这个两个人就吵架了 吵架子告到皇帝哪里 皇帝呀 最后没办法 他说 东庭辩子 东庄庭辩子 你们到朝廷上面去辩论 你看怎么辩论 这个官员们的退度 很值得我们司马卿的陛下 写得非常好 为姬子东朝 胜退冠夫子税 言其罪薄的故 乃成相以他事无罪子 这是为姬和的退度 几十个字 就把它写出来了 五万佑胜毁冠夫所为恒之 对你不道 为姬度不可奈何 应言成相短 五万佑那个时候已经成相了 为姬后是已经退位的成相 以前的成相 老成相 老成相没权了 那么两个人吵架 老成相所系的新的成相 有什么不好 那五万佑也攻击他 五万佑天下幸而暗乐无事 分都为肺腑 所好音乐 狗马停在 为什么呢 为姬和说 你要强强老百姓的土地 你强强什么东西 占了很多便宜 那么五万佑说呢 幸好天下 天下系里没什么事情 我呢 做了成相 那么我所喜欢的呢 无非就是音乐 那种美女来唱唱歌 跳跳舞 狗马停在 你田风所爱的什么呢 昌幽 巧江子所 我呢 不如你为姬侯 你贯夫 日夜昭俱天下 豪杰壮士与论意 富妃而心宝 不两四天而腐化地 比你良弓箭 心天下有变 而日有大弓 臣不自为姬等所谓 当时两弓什么呢 太后一个弓 皇帝这个弓 汉初的时候啊 这个太后啊 因为因为都是年纪很少 少地就位啊 太后权力很大 权力很大 所以两弓 并且太后往往做的东弓 东弓 这个 他说你这两弓之间 你还希望天下的有变 希望呢 这个弓 实际上他这个是共戒 魏姬侯啊 魏姬侯这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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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平定 无处切过子乱的时候 立过打工了 立过打工了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十四 皇帝 汉武帝那个是年轻啊 问谁像 怎么样 你们一人一人看 他们两个 一个老丞相 一个谢队丞相 他们两个谁对谁错啊 呈向太威下面第三位最重要位置的官 就是御师大夫 御师大夫 韩国说 韩国怎么说呢 大家看看 韩国是个 是个老狐狸 是个老狐狸 他怎么说 为姬言 贯父 父死 孙何格 慈弱 不辞政武俊 身披 素食超 明贯 三俊 此天下壮士 非有大物 御师父 争悲酒 不醉饮 他故意祝福 慰姬言 慰姬言 慰姬讲得对的 冠夫原来立过大功的 他是个退伍军人 对不对 他的父亲 在无族平地 无族七国子乱当中死掉了 慰姬言立过大功 他功劳很大 慰姬说 不应该酒喝了之后 讲话讲错了 就判打死刑 对的 慰姬讲得对的 那么 陈相呢 言言慰姬 通奸华 清细民 家累聚外 横自隐穿 淋月宗舍 清泛果弱 此所谓 资大于本 敬大于谷 不知必批 丞相 炎炎死 他说 丞相是灌富 用我们今天话里说 黑社会 他的家乡势力很大 凭着他以前 历过的功劳 对不对 他自己本身又是个将军 退伍将军 那么在当地呢 横行八道 那么我们说话说 姿态大了 比书本身还要大 这个劲大于谷 你的小骨头比大骨头还要大 不知必批 这个是不好的 丞相说的也对的 他发言 老丞相讲的也对 新丞相讲的也对 他自己没有意见了 最后一句话 为民主才智 你皇帝很英明啊 你听老丞相也有道理 新丞相也有道理 最后怎么处理 你当今皇上留彻 你可以明断 那么主角都为 他认为监安是魏琪 他认为魏琪是对的 那时正当时是魏琪 后不敢监对 这个那时正当时啊 K头他认为魏琪对 但是我估计 我还好瞪了他一眼之后呢 最后他不敢说魏琪后对了 余解不敢对 其他人不敢说 不敢回答 因为一个老丞相 一个新丞相 一个是皇帝奶奶的亲戚 一个是皇帝妈妈的亲戚 两个都是外戚 大家都不敢说了 上路内死月 这皇帝也生气了 他骂这个内死 他说 共平生素颜 未及无安长短 今日庭论 作出校园下居 无病斩如是意 皇帝生气了 你们这些人平时在我面前 一下子讲老陈相对 一下子讲新陈相对 今天叫你们回答 你们没人说对的 我通通把你们都杀掉 这个皇帝活起来的话 这写的你看 写的活龙活血 写的非常生动 司马迁自己也 我们大家知道 他也经常参加朝廷里的聚会的 所以他朝廷里这种事情 他写的非常生动 他不想为以后的人写死 写的不好 他写的好 击霸起若丧失太后 他 汉武帝啊 不参加了 你们这批人讲的都不好 他到太后那里去了 给太后呢 陪太后吃饭去了 太后 以四人厚词 去以告太后 什么等等 下面一段话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无安后 皇帝走了以后 朝会也散掉了 无安后就当今丞相 一把朝啊 出紫车门 他也出来了 他马上把这个韩御师大夫 韩国叫来 做贼 贼什么意思呢 来来来 你坐我车上 坐到车上 他就骂他了 因为御师大夫相当于管理积累的 同时也相当于副丞相 副丞相 为无安后骂他 农院 御 御 长如 共业 托老翁 我们两个联起来 对付一个老头子 看起来 魏姬后 是不是这个头发已经脱掉了 何为舍楚两端 何为舍楚两端 舍楚 就是慈楚 就慈楚 一个连绵词 就慈楚 你为什么不坚定 一下子说老丞相讲得对 一下子说我新丞相讲得对 你自己就没个退度 没个退度 你看 下面这一段写的最形象 大家看看 韩语寺良久未尘相遇 这个韩安寡 时间等了一段时间 跟陈相说 君何不自喜 你这个人不自爱 你这个人不自爱 辅慰机会君 君到免关节应手归 与成疑肺腑性的对罪 故非启任 魏姬言戒死 你当时啊 那个老丞相 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一应当 摘取的退度怎么样 你一应当 把自己 贼相的帽子拿下来 把贼相的印页 逃出来 还给皇帝 魏姬后讲的 通通都是有道理 通通都有道理 我呢 因为你皇帝信任我 叫我做丞相 对罪就是做官 不相当于对罪 对罪 我呢 本来就不应该担任这个丞相 魏姬后讲的通通都是对的 愿你皇帝相信了 我把印就还给你 我丞相不做了 我回家吃饭去了 那么 如此 丧别 多君有让 多 就是称赞 称赞 上就是皇帝 皇帝一定称赞你 这个人 非常的有道理 很谦然 有道理 一定不会 废君 君就是你呀 我一定不会把你废掉 真的把你 丞相的印象收回去 是不是 那么魏姬后 一看你自贴那么高 魏姬后怎么样 他逼内窥 他心里感到惭愧得不得了 那么回到家里 他就觉得自己多准 他自己一定会把舌头咬掉 一定会把舌头咬掉 一定会把舌头咬掉 自杀 今天的情况 我看看就生气 惊人毁军 军业毁人 今天人家一个退休的一个 一个等下来骂你 你也去骂他 你最后 这次的结论怎么样 譬如 假设女子睁眼 就像做生意的人 就像人家女人 你吵我一句 我吵你一句 女同学不要听了生气 中间社会里把你女子看的地位比较低 何其无大体 这个傅丞相骂的好 骂的多好 你看 你这个人今天本身就不应该跟他吵架 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把硬解下来还给皇帝 老实际上讲的通通都对 都对 我不应该当丞相 我回家去了 那么当今皇帝一定称在 哦 这个魏激活啊 不行 上不了陪灭 吴安侯好 吴安侯好 他又不会费你 是不是 今天出现的情况 我看了就我觉得你不够挡次 对不对 人家骂你 你也骂他 就像两个妇女吵架一样的 就像做生意的人吵架一样的 像什么样子 你刺激不上体面 你今天还得骂我 这个把魏激活卖在里 把这个吴安侯骂着 你看吴安谢罪 真实借 不足措辞 吴安侯一点不恨这个韩国 哎 他说你讲的对了 当时这么着急了 一着急了 这个脏话就出来了 对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从这些他也不争了 所以这个 大家看看 这个 府记里写人啊 写的真的是写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此记里还有几篇吧 还有李将军的传 李将军就是李广的传 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还有最后一篇报仁少庆书 127 我这里是127页 大家多少页 大家看摩罗法 一篇报仁少庆书啊 写得很好 司马迁今天 一般人的时候 他就留下两个东西 一部就是死记 还有一篇就是书信 就是报仁安书 就是报仁少庆书 书就是信 他就是写给仁少庆的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生平 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 一个重要依据 仁安是一个军官 当时相当于皇家警卫队的一个军官 他写信给司马迁 因为司马迁呢 那个时候做的中书令 中书令 司马迁本来太使令 我们大家知道 太使令是管理法 汉武帝的时候给理法 朝廷里很多事情太使令管 那么后来司马迁不是帮李林讲话 后来下狱嘛 后来在自己认了一个公刑 把死队把它顶掉了 顶掉了出来以后 汉武帝重新给他分配工作 让他做中书令 中书令 大家看看这个官呢 实际上就是 中书令 中书令可以进入到皇帝内宫去 送文书给皇帝看 相当于 这个地位比较高了 有点像办公室主任啊 或者什么这样子的官 这个官可以进入皇帝的内宫 一般官员是不能进入皇帝的内宫的 因为皇帝的内宫啊 贺妃很多啊 女人很多啊 但是司马迁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受了公刑以后啊 皇帝可以让他进去了 放心了 你这个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司马迁觉得 这个是对我的一个侮辱 你的官不可以进去 像丞相中都不好进去 我可以进去 是一个侮辱 但是司马迁把这种侮辱都埋在心里 最后都画着写死机的一个动列 动列 仁安不是这样子 仁安觉得你司马迁现在官大了 在皇帝身边 皇帝不单在外宫里可以在他身边 皇帝到内宫里还可以在他身边 总书里本来是宦官做的 太监做的 对不对啊 其实司马迁 你无时无刻都在五帝的身边 你在五帝身边的红人啊 你现在是官很大 希望你司马迁在皇帝面前把我讲点好话 让我升官 司马迁觉得这个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侮辱 司马迁在《死记》里面写了 我当时判刑的时候多痛苦啊 希望有人能帮助我 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 实际上抽点钱就可以把我罪免掉了 是不是啊 那么多朋友 每人抽点钱 我觉得也可以嘛 对不对啊 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认我是朋友 现在我做了推二使令了 现在我做了做中书令了 大家都认我这个朋友了 现在真是事退严两 司马迁在《报仁安书》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 他讲到了我为什么当时不自杀 我如果自杀就是水牛身上少根毛 人死又重于泰山又轻于红毛 但是我想了我不能够死 我这部书还没写完 就是我们今天《死记》的这部书还没写完 我还没有完成我父亲的重托 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宏愿 所以我仁若偷生啊活到现在 你还叫我去帮你说好话的 这个事情我是万万不能够做的 仁安这个人古人很投机取巧 我们大家知道后来汉武帝死了 死了以后 汉武帝还没死 没有死的时候 太子跟汉武帝手下的一个江冲 不是闹矛盾吗 后来仁安呢 因为他也是一支军队的领导人 后来是搜出两端 后来汉武帝平定了太子子乱以后 当然这个主要是 丞相刘秋毛平定的 平定了以后 哪个人出兵哪个人不出兵 最后汉武帝清查的过程当中 仁安被杀掉了 看起来仁安这个人很投机的 很投机的一个人 那么他自称是司马迁的朋友 今天因为留下来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材料太少 报仁安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材料 所以其他的死记我们回去看看 我们下面很简单的把司马迁死记的 这个艺术方面的成就给大家带一带 私下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 大家看看书本 那么司马迁我们看看死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 司马迁死记主要是里面的人物传记 我们从文学歌来讲 主要讲他的文学传记 他是选彩显人有互见法 互见法 我们把三遍讲好就下课 司马迁显人物并不是有事必落 而是有所选择的 他在刘河史家当中有这样的语言 讲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说是与在项羽似中 就是死记 他把它看成统一的一本书 比方说讲到项羽似什么事情的话 假如在另外一个人传记里已经讲过了 他就不讲 加上几个字 加上六个字 是在什么什么人的传中就可以了 例如那些互见法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写汉高宗刘邦 他写汉朝的皇帝 往往在他的本记里面 把皇帝写在这比较好的比较体面的 但在其他的书里面 他把皇帝的一些不好的品质都暴露出来了 我们讲项羽本记的时候讲到了 他的逃跑的途中把自己儿子也推掉 把自己女儿也丢掉 减轻车子的分量可以跑得快一点 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揭露刘邦这个人的无情 这小地方可以揭露他的无情 最后你不要把杀韩信 对不对 最后你想写到怀孕和立传的时候 怀孕和立传的时候 怀孕和被杀了以后 刘邦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刘邦告诉他 我把你除掉一个大坏 韩信把杀掉了 刘邦是窃喜窃脸子 你看看他 刘邦的退党子又高兴又可怜 又可怜 这个可怜 可能出于刘邦的真心 韩信帮了他多少忙 帮他把半个中国打下来了 最后死的没三种 家里全部人杀了金光 最后我们看到了怀孕和立传本记里很多事情 所以我怀疑呢 这个是司马迁从朝廷里的判决书里面抄出来 因为一个黑国工程死了之后 必须要一个交代 交代他就造了 杀了以后 这造成他很多模反的依据 杀人要依据啊 但统治者可以倒过来做这个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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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